大家好,我是中国新闻社记者徐鹏胖 我现在位于郑州市中国县的府外医院 接下来我们将跟着武警部队进到医院里转移病人 现在这个医院外的水有多深 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去看一下 我现在的位置是距离府外医院还有1.5公里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积水已经没过了我膝盖的位置 我们去的路上也能看到 很多军队官兵、消防队员转移病人及医护人员的身影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府外医院 跟我们进入门诊楼 我们现在跟随武警部队已经来到了门诊大楼 你们要不要上去啊 进入门诊楼后我们观察到 从医护人员将病人分类转移出病房 到军队官兵、消防队员 将病人接到皮划艇、冲冲舟等船只上 一切都井然有序 接下来,让我们问一下 被困在雨中近两日的医护人员与病人 看看此刻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怎么说 感觉到这个还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我们病人还没有完全走完 完全走完了,我的心在放肚里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关键时候还是人民自己的病好啊 不是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啊 二日睡觉就没睡觉 就是我在呼吸课了 大夫,这个医护人 二日睡觉就没睡觉 不是的安眠我们 我们现在出到了比较浅的地方 这个植花艇的没法去靠动力来 我们先懂啊 是靠战士们一把手一把手把我们吹出来的 今天我们见证了在水里医院的一场转移的过程 在这过程里我们看到了军队官兵的奉献 看到了医院医护人员的坚守 同时也看到了民众的感恩 谢谢 谢谢 慢慢慢慢慢不要慌不要慌 不要慌不要慌 感谢五零万零 不要慌 慢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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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